innen大發 我們看一下 這個 上次我們已經在做震動的部分 你現在 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看一下動畫的部分 可以比較更了解的 就是你們都平常知道了 就說我們一個彈簧 然後我要讓它震動 OK 你看它震動 當然這個彈簧的立場術 是讓它震動的一個最重要的 週期的一個因素 這是你們平常已經非常熟悉的 一個彈簧簡協症鬥的例子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把擺腸縮短一點 然後我把MAS其實不是影響我的 我把角度稍微放小一點好了 好 然後它開始擺動 OK 這是它的震盪週期 如果我把擺腸擺長一點的話 你看到它的週期 這個是它的週期 剛剛的週期是在3點多 那現在擺腸擺短一點的話 週期是2點多的情況 這是平常你們都很熟悉的兩種震盪的情況 你們比較不熟悉的是這個damping oscillation 其實基本上這個damping oscillation 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也常常看到 只不過是 你沒有去解過你的物理相關的東西 這個就是像我們在黑板上解過的問題 我把它拉一下 然後它開始再damping 那這時候的damping是0 並沒有放 這就是說水 我並沒有把這個水的黏制係數加進去 那就是很單純的螳螂的 oscillation 那現在呢 我把我的damping放進來 然後一開始放一個大大的damping 然後把它拉 我把damping放小一點的時候 還是有 不是0 所以你看到它的ampitude 它是外面這個ampitude 已經是一個exponential decay的部分 那但是它的螳螂的震盪周期還是一樣的 跟原來的螳螂震盪周期 那同樣的 在這個部分 我把螳螂的立場處加大的時候 那一樣的damping 那你會發現它的周期是變長的了 跟剛剛比起來 這個周期已經變長了 那一樣的我把在mars加大好了 這個加大很大 這個mars加大 周期變得更長 對不起剛剛應該k變大的話是周期變短的 你看這個周期變很長 那k變大的時候 那周期是變小的 馬上就damping下來 這是damping oscillation 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例子的情況 那這是我們看到的damping oscillation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在講坡的情況 那坡的情況的部分的話 主要的 這個整個坡 理論上我們把這個坡 然後讓它啟動 那你看到這整個在啟動的過程 那p點呢 實際上你看到的這個p點 它是上下在震動的 它其實p點的位置是上下在震動 你看到沒 所以我們實際上坡是在往前行進 那是你的向速度 但是在這上面的磁點 它並沒有往前走 它是在上下震動的一個情況 那同樣的我把frequency變大的 變小好了 那並不影響我的p點的位置的一個整個情況 它還是上下在震動 它並沒有因為我坡的向速度跟著改變 那這是p點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y y 是等於y sin 和cos 都沒有關係 k x 乘 omega t 對某一個x 位置上面的y 隨著時間的變化 那x 組固定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它的震幅是y 那隨著時間在變化 上下在變化的情況 當x固定 那這個應該你們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接著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那這個坡 你現在行進到一個位置上面 你們都在高中的時候學過 這個自由端仿色 然後固定端仿色的情況 那同樣的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把它用動畫的形式來表現出來 這是一個固定端 這完全是固定的一個固定端 然後我們把它看到 看到假設我們現在 這波一進來 好 那反射回去 所以 我可以說 基本上面 假設我剛開始的波 是反方向的 那政府讓它反方向 那它碰到固定端 它回去了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這整個 不管你的mass 是 這上面的mass 這根繩子的mass 只是影響這個坡的行進速度 我把mass 用大一點 那會影響的是坡的行進速度 所以 並不影響它反射的情況 那 反過來的話 我們看到 這個 自由端的反射 自由端反射的話 是這一點根本沒有固定的情況之下 這個 你的反射端的 這個端點 繩子並沒有在這邊有固定 所以去到這邊以後 這個自由端 繩子被帶上來了 然後再反射回來 再看 是 所以同樣的 我把 我的mass 增大 我的坡數變慢 OK 到了這一點 它其實是什麼 把這個整個繩子往上帶 然後face 並沒有 這個像 相位並沒有反方 那個相位並沒有相反 然後反射回來 這是我們看到 那如果你是這個政府 原先的政府是反方向的 那同樣的 他到這一點 一樣的被帶回來 所以他的相位是一直維持住的 這是我們反射 那個自由端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了 繩子的這個mass 只不過是影響我們的速度而已 所以這兩條不一樣的介質 就是說它的質量是不一樣的 這是 這個質量是30 那這邊的質量呢 是20 那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坡 過去的時候 這個velocity的部分 那個像速度 是跟你的tension有關係 那跟你單位的mass是成反比 開根號反比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 這邊是應該速度比較慢 這是速度比較快的 那我們看 我們把我們的 我們把我們的 好 再一次 OK 所以 這個場 這邊的繩長是2.72 這邊的繩長是0. 這邊繩長是1.88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是到 喔 我不能這樣算 它這個也是累架起來的 所以你要把它減一下 370 3.78 減掉 1.86 所以這邊的話是1.86 然後這邊也3.78 好 差不多 這是評分的情況 但是 你看到的是 它已經到達頂端 它還沒有 OK 這速度的關係 那我要讓它變明顯一點 我把這邊的速度 再變慢一點 OK 看到 所以 基本上面的話 這個是 從 這個 比較密的介質 就是mu值比較大的到 mu值比較小了 那如果你是mu值比較小的到 mu值比較大的 好 那換句話說 這邊是速度比較慢 這速度比較快的 我們看到 OK 所以 你看到速度比較慢的 速度比較快的 跟到速度比較慢的 也就是說 你們平常在講的這個 這個 書介質到密介質的情況之下 那 書介質到密介質 它反射回來 它的這個相位是 在這個界點的情況 它的相位是相反 我們把它重新reset 在這個點上面 OK 可以把它 再給你們看一次 就是 那同樣的 我如果相反的方向 來前進 一樣的 在這個點的地方 因為你的仿射速度不一樣的話 那造成這個地方的這個相位 這個等於是到 從 這個 書的到密的 就相當於是我們好像固定端的情況 是相位會相反 那 穿透過去的是跟行進進來的 這個 行進進來的介質 這個 波式 一樣的 這個 相位的部分 這是 兩個介質的反射的部分 你們應該比較蠻熟悉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我們在這個神波的一個情況 另外有一個 在這邊先給你們看一下 接著我們要講的是聲音的部分 那聲音的部分的話呢 波動它是就是中波了 那中波 平常我們在中波的情況之下 因為空氣的介質是什麼 是那個你看不到的 那你沒辦法看到非常清楚 它形成中波的情況 那在這裡你就可以一個模擬實驗 你看到這個波動 這個黑的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空氣分子比較多的情況 那這酥的 就變成酥密波的一個情況 在中 那這個就是我們聲音 那經過這個 你的一個pressure的時候 那這裡面的這個空氣的分子呢 形成了一個 酥密波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 重波的情況 當然你推壓的這個frequency 不同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你推壓frequency不同 就造成你這個什麼 這個酥密波之間的什麼 λ不同 λ就跟你這個frequency 是相關的 我們看到比較慢一點 所以你的λ比較長 OK 波長比較長 波長是3.8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如果你的frequency 比較大的時候 那波長就變短了 1.4而已 只是我們看到重波的情況 那橫波跟重波其實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都是非常非常常看到的 那只不過是重波 因為你那個體驗並不是 因為眼睛看不到 所以你 你自己讓你看起來 不太容易去感受到這個整個坡的一個情況 好 這是我們在這邊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說 如果 有一根繩子 那這個是神波的某一個部分 那我們對這個神波來講的話 我們之前都已經知道 每一個位置都是 我可以當成是圓的一部分 然後去分析它 那這個是它的張力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在之前我們也分析過 這個張力的話 你可以投影到這個Y方向跟水平方向 那在這個Y方向的部分的話 那就是我們把 這個是如果是C塔角的話 那C塔角其實就是 就是Round Y、Round X OK 在時間固定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是說 這個坡在某一個 時刻的時候 那你看到了 這是負的 這個是 X 是負的 所以基本上面 這個Tanes C塔的部分 就是T 乘上 負的Round Y、Round X OK 那C塔角差不多就是Round Y、Round X 好 那平常我們把這個 就是我們把它稱為 這個Transverse的 横向分量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上次已經講過 這個Tension 你再把這邊的分析下來 同樣的這個Element 那我可以看到也是水平縱向 那結果這個水平方向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大小相等 然後把它底下 只剩下橫重 這個Transverse 就是垂直方向的這個作用力的部分 那在這個小段的Element裡面的話呢 那它的Energy是多少呢 我們把這個我們現在要算的這個Energy呢 那我們把它轉換成這個Power OK 你現在看到 在S 位置上面 單位時間裡面 所流過的Energy的部分 那相當於就是你的Power 那Power 的定義 OK 實際上就是我們的Force 乘上我的Velocity的部分 那Force 乘上Velocity 我們在這邊的Velocity 我們用U來表示好了 因為不是像速度 而是什麼 而是這個Particle的 這個橫向的速度 所以Force 的部分是多少 Force 的部分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Transverse 的 這個大小 Transverse 的 Force 然後Velocity的話呢 Velocity 就是每一個值點 在每個位置上面 在每克時間裡面 它的值 換句話說 我的U U U 是等於 Rong Y Rong T 在之前我們已經知道 好 所以 你馬上 你可以進一步的去把 這個U 的值 微分一下以後 就是變成 Ym OK 然後 Sine 微分變cos Kx -Omega T 那這裡面 微分會有一個負的Omega 跑出來 把它帶進來 我們看到整個POWER的部分 現在呢 就是等於什麼 就是你的張力的大小 然後 Rong Y Rong X 我可以把它算一下 我直接先算Rong Y Rong X Rong Y Rong X 的部分 就是等於 Ym 現在你是對X 微分 所以 Sine 對X 微分是cos Kx-Omega T 那裡面對X 微分 跑出一個K字 所以 我的POWER的結果 基本上面 是等於 我的張力 T 乘上 Ym 的平方 Omega K cos 平方的 Kx-Omega T 這是負的 OK 這邊有一個負號 所以這邊如果負號 這是負號 OK 負負又得陣 這是我的POWER的大小 那在這裡面 K乘上 Omega 的部分的話 實際上 Omega 是什麼 Omega 是2pi f 對不對 K 除以λ 所以 你看到 Omega 乘上 K 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4pi 平方 然後 你的frequency 平方乘上 λ f 分之1 這個就是你的速度 就等於4pi 平方 f 平方 1分之1 這是你的像速度 V 等於λ 乘上f 那像速度是等於多少 剛剛我們已經講 是跟你的tension有關係 然後跟你的單位長度的mass有關係 就是線密度有關係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 我們會看到 我說這個POWER 相當於單位時間 X位置在t時間的時候 的POWER 就等於多少 4pi 平方 OK 然後 Ym 的平方 那 f 平方 然後 velocity 的部分 是根號 t分之mu 再來還有一個 cos 平方 的omega ks 那你現在 你把 這整個值 你再把它看一下 我說基本上面 我這是 在s 位置 在t 時間 那如果 我的位置已經固定了 我說我在這個位置 要看它的POWER 是多少 我說在這個位置上面 已經固定 那在這個位置上面 固定的時候 我的AVERAGE POWER 就相當於是 我把這個 所有對位置時間的POWER 對時間來做平均值 這是在某個位置上面 那也就對時間做平均值 那 對時間做平均值呢 你要把它 結合起來 從零 G到一個週期 然後再把它 對週期分之一 出去 這樣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問題吧 好 所以你把它去做積分 那積分就是要對這個積分 前面的部分 都沒有什麼變化 就等於4π YM 4π平方 YM平方 然後F平方 那 根號 T分之μ 然後 cos平方 Kx 減ωt 然後從0G到T T 那這個積分 你們去C就是2分之T 好 所以 這裡面 有兩個東西 這裡的T跟這個T不一樣 這是週期 我把它這裡用F好了 免得你們搞錯了 免得你們搞錯了 這邊是F 這個就是F 這是二分之週期 休息 換句話說 你現在看到 整體的部分 62 消掉 然後 周期 就是頻率的倒數 所以我們可以消掉一個 那這個就是2π平方 y m 平方 然后 f 已经消掉了一个 然后根号 f 分之 mu 我们直接可以写成 v 分之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power 的部分 这个 power 的部分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其实是跟政府的平方是成比例关系的 你的政府越大的时候 那你的 power 就越大的情况 这是我们看到的平均 power 的情况 我们平常在整个坡 比如说你这个坡过来 那这个坡我们现在都是有质量的 就是 是一个陷密度 考量进去的部分 那不管你是神坡或者是水坡的情况 都是一个这个横坡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面并不会 在某一个点上面 x 位置上 可能不是去测量 power 的平均值 我们测量的常常是它的 intensity 那 intensity 基本上面的定义 OK 就是强度 比如说 这个光 那它的强度 那它的强度 在这里的强度是多少 那这个intensity呢 它 i 的定义呢 是单位面积 这是一个 source 然后它 波一直往前传递 在这个某一个单位面积上面 你看到整个坡往前传递的情况之下 整个坡往前传递的情况之下 那在这个单位面积上面 它的 power 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看到的是 所以我可以看到的是 假设这是一个点光源 点的这个也不一定是光源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是一个 wave 的部分 那以这个 spatial 的这个例子来讲 这是一个 pointed source 来讲的话 那它四面八方在传递坡 就像水坡 水坡我把石头推进去以后 那它是四面八方床地 你的这个坡的情况 OK 那四面八方床地坡的情况 它的能量呢 是平均分布 这个水坡的话 是二度空间 那在这里面 如果是一个点光源的话 它是三度空间的部分 那这是二度空间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分布在这一个区域的球 跟分布在R2半径的区域的球 其实它的这个 power 是一样的 因为能量传递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 A1 乘上 I1 其实就是等 A2 乘上 I2 这是一个点的 source OK 那如果是面呢 那面就是什么 面就是 你把它这个地方 做一个沿周 那跟 R1 这个半径 跟 R2 这个半径 所传递出去的 power 是一样的 那换句话说是 2Pi R1 的 I1 是等于 2Pi R2 的 I2 OK 这是 这是二维的部分 所以 从这里面 你看到的是 I1 比 I2 的部分 就等于 A2 比 A1 的部分 那 A 是 4Pi R2 平方 所以是 R2 平方 比 R1 平方 那在这边呢 就不一样了 这是 I1 比 I2 是等于 这是 R2 比 R1 的部分 那这是二次方程比例 这是一次方程比例 所以你现在 不管你的 power 跟你的 intensity 的关系是什么 那 power 跟 intensity 的关系 你这个已经是定义了 但是不管你的 source 的形式 你都可以看到 你的 intensity 跟你的位置之间的变化 跟你波传递的方式 是有关于你的情况 这是我们在一个波往外传递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刚刚在看到 这个波在不同的介质里面运动 那它是自由端或者是固定端 它的反射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进一步的去把 我们的这个整个波呢 再来看一下 它其实 两个波在一起的时候 它都有干涉现象 那这两个波 那这两个波 我们要看到它的干涉现象呢 基本上面 可以把这个干涉呢 分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 你在空间的干涉 另外一个呢 是你在时间上的干涉 那在空间上面的干涉呢 其实 这是你们比较 常常看到的 就是说 这个 两个频率 那我们说 两个频率相同的波 那 某一个波 把它画 某一个样 那这个是F1 那它往 这个 正X 方向运动 那另外一个波呢 它是 OK 它是F2 那F1 那F1 是等于F2 它 不同的方向 在运动的情况之下 那它到某一个点 OK 你说 它到X 点的位置上面 那这两个波 会干涉 这是我们平常 我们讲 interface interface 这个 你的 中间 这个位置 的话 这两个波 要把它叠加起来 所以我们说 Y1 是等于 Ym1 sin Kx 减 Omega T 那 Y2 是 Ym2 sin Kx 减 Omega T 但是 它原来在 initial的位置 的部分 不是在0点 跟它不一样 它有一个相位 那你两个 要把它叠加起来 所以 Y 是等于 Y1加Y2 当然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重叠原理 OK 这是重叠原理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考量两个波的相位的部分 那 另外的是 时间上的干涉 那时间上的干涉是什么样子呢 你也常常听到 我们在这个学音乐的人的时候 你会 看到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钢琴的剑 两个相同 满接近频率的 两个钢琴的剑 我们说 这个钢琴上面相连近的两个 或者是高半音的 两个剑同时按下去 你的频率 F1跟F2 它其实差一点点而已 换句话说 F2是F1加上一点点 如果你这个两个声音的频率是差很多 那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可以看到 A同学跟B同学的频率差很多 你还是可以分辨这两个次 但是 但是 当两个频率差很小的时候 那假设 它有同样的胜 其实 不一定要有 这个假设不一定要 这个存在 但是 为了我底下的方便解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存在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容易的去做物理的计算 那Y1的部分呢 就变成YM1 这个 一样的 Sine 那你现在你是 要在时间上面 给一个干涉 那我们就把位置固定了 直接写上Om1t 那第二个呢 是YM2 Sine的Om2t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说 YM1跟YM2的部分是一样 我把它假设是 YM1的Sine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YW2跟W1是差一点点而已 那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个条件放进去 那你把它放进来 Y1加Y2 这个整个结果 我说 这个如果是YM1 就是YM1 那就等于Sine的Om1t 那这也是等于Sine的Om2t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你把它变成 和变成 和参化肌 合参化肌 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Y 这是Total的Y Y 就變成是 2 倍的 Ym cos 的 2 分之 Omega 1 加 Omega 2 T 然後sin 的 2 分之 Omega 1 加 Omega 2 T 所以現在你看到 我們說兩個frequency 幾乎相同 所以 Omega 1 加 Omega 2 這是 2 Pi F1 加 F2 所以你這個部分是等於 2 Pi 的 Delta F 直接把負號放到前面 沒有關係 cos 的正跟負是一樣的 所以你這邊就 2 Ym 的 cos 的 這個 2 2 消掉 Pi Delta F 然後乘上 T 後面這一個呢 是 sin 的 2 倍 F1 已經除 1 減 再加上 1 分之 1 的 看一下 我看一下 基本上是 2 分之 1 Om1 加 Omega 2 的部分 是 2 Pi 的 F1 加 2 Pi 的 F1 加 Delta 所以你看到 2 倍 F1 所以你看到 2 Pi 的 F1 乘上 2 倍 所以一起除下來 這是 Omega 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 Omega 1 T 加上 2 Pi 加上 2 Pi 的 Delta F 那我們除以 2 的話 就是 Pi 的 Delta F 所以我們看到了 基本上面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 Data F 很小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 Omega 1 這個部分是原小的 Omega 1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原來 2 個坡 頻率相當的 2 個坡 因為你現在 做了 Interface 以後 它的證符呢 原來的證符是 Ym 是一定的 現在你的證符是什麼 是 2 倍 Ym cos 的這個值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你坡 干涉完以後 這是你原來的坡 現在你疊加完以後 你的證符外面的 Emblem 是一個 這裡面的證符的部分 是等於 2 分之 1 F 1 加 F 2 就是這一個的部分 那外面的 那外面這個呢 外面這個呢 就是你 這個 Emblem 2 Ym cos 的 這個 2 分之 Omega 1 減 Omega 2 T 就是 Ym 所以我們平常 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看到 是一個共振的 一個現象的一種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Pi 那基本上面 這是在時間上的干涉 空間的干涉 跟時間的干涉 我們就通通已經了解了